來關心 政府按三個分開始 推動醫處擁落價位 沒有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把這個房子要讓政府 每個月可以領先討論 過程後這個房子就變政府的 不過過去這幾個月下來 都沒有人去申請 因為這規定說要申請的人 一定要是沒有法定價信仁 明天在這裡認為 這種的規定要改 有的時段打拚 一四人買房子 老子是沒有現金擁落 政府推動醫處擁落的價位 鼓勵是剛才把房子帶給政府 每個月領先多費 過程後 房子就是政府的 不過今年三月七半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人申請 六層是因為有法定繼承人 那一層左右是沒有滿六十五歲 那這就不符合我們所定義的老人 那再來大概是有一層 是他的房子不是自己獨有 不然就是他有抵押貸款 他家用了價位幾天 要年末六十五歲 無法定價信仁跟房子帶款 說到現代沒遲過的長期 修理會標準 那些民眾都是卡在 有價信任規定 等級在三層擁落的 民間團體任務 這款的規定是沒有受到 政策就不會成功 可能財產不願意就是說到最後就貴公給政府 而變成是就是說至少還有留的一個機會是留給自己 掌握了財產或是留給子孫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還保持著這樣 可能會被接受的程度比較高 民間團體任務 以處擁有價位 貸到的房子可以做社會主體所用 也就是政府做背台 每個處處跟處處的人 所有款也是在民眾 為何保護社會和家庭室 這次表示民眾普遍有不動散 要團入驚慘的觀點 以處擁落跟家庭選擇 國外意見不要加在檢討 記者 綜合報導